5万元一张的请柬,170万元的伴手礼 花500亿办一场婚礼,印度首富之子的婚礼到底有多好 近期,印度的一场天价婚礼刷爆了全球媒体 印度首富安巴尼花500亿举办了一场穷凶急奢的超级婚礼 新郎正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阿南特 新娘是印度制药大亨麦昌特的女儿拉迪卡 同时她还是高种姓佛罗门的后代 这两大世家豪门的结合可谓是强强联合 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掌控着印度电力 石油勘探、金融、生物科技以及电信业等能源支柱领域 身价11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422亿 是全球排名第9的富豪,同时也是亚洲首富 她名价的信石工业公司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 为了展现双方的财力,他们决定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阿南特和拉迪卡,俩人青梅竹马相恋七年 经历了漫长的爱情长跑 终于决定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他们的婚礼也堪称奢华的巅峰 从去年12月这场马拉松婚礼就已经开始 一共举办了9场活动 包括几场奢华至极的婚前派对 他们的婚前派对举办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 在派对前两天,他们请全城人民吃饭 据说当天一共去了5万人 而派对当天则是全球顶级富豪都来了 比尔盖茨和新女友,扎克伯格和太太 伊万卡特朗普一家盛装出席 水晶宫殿,2000道菜肴,5500架无人机 还特地花了900万美元邀请了雷哈娜 现场演唱了19首歌曲 这场派对总计划费1.2亿美金 主打一个好处天际 一场派对根本不过瘾 5月份安巴尼夫妇又一次举办环低中海婚前派对 这次他们包下了名人攀登号邮轮 宝莱坞和莱坞明星们共举一堂 乘坐65亿造价的邮轮 从西西里岛出发最终抵达波托菲诺 开启四天三夜的畅晚之旅 每一站都举行了各种主题派对和奢华的时装秀 这场派对大概花费了1.5亿美元 但不要忘了婚前派对仅仅是这场奢华婚礼的前戏 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经过了前几轮婚前派对的预热 终于迎来了为期三天的世纪豪华婚礼 长达半年的精心筹备 这场备受瞩目的大婚终于在印度梦买盛大举行 由于婚礼的参与人数众多 于是安巴尼将仪式场地特别安排在了 梦买中央商务区的GIO世界会议中心 这里的场地能够容纳16000人 这场盛大奢华的婚礼 总邀请了14000多名宾客出席 其中呼伐各国国家领导人 娱乐圈明星 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卡戴山姐妹 贝克汉姆夫妇等 都在此次受邀名单直列 嘉宾阵容堪称顶级 为了招待所有来宾 安巴尼出动了上百架私人飞机 专门接送 将梦买所有五星级酒店预定一空 在结婚典礼拉开帷幕前 安巴尼还专门邀请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厨师 以保证菜单上的每一道菜 都独一无二 绝不重样 甚至专门安排了 包印度传统囚鲸的小哥 帮各位来宾入乡随俗 婚礼当天 逃车成群结队 劳斯莱斯 奔驰 法拉利 轮番上阵 新郎和新娘的礼服也是无比奢华 在印度 白色象征纯洁 红色则象征生活富裕和人争兴旺 新娘身着一套红白相间的传统婚纱 重工刺绣 外坠钻石 外加五米长的头纱和红色的薄纱披肩 整道设计显得十分优荣华卉 婚纱价值超过13万美金 而新郎的手工定制礼服 上面的刺绣图案 也非高定燕尾扶索的比拟的 但最最最吸人眼球的还是 新郎胸前挂了一块重达 720克拉的祖母绿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呀 这场婚礼 不仅是阿兰特和拉迪卡爱情的见证 也是印度文化的展示 婚礼现场宛若一座金币辉煌的宫殿 华丽到让人雾不下劫 迎面而来的闪耀如星河的水晶吊灯 脚下铺满珍稀花卉的红毯 四桌的墙壁上 镶嵌着价值连城的宝石 从舞台到餐桌 从灯光到音乐 都巧妙地融合了印度民族特色与时尚元素 每个细节都在向世人展示 安巴尼家族的财力和影响力 对于安巴尼家族来讲 今年最有脸面最自豪的是 恐怕也是小儿子的婚礼了 因为他们为此 还邀请了印度总理莫迪 莫迪身着传统民族服装 出席婚礼 将这对新婚夫妇表示了祝福 除了莫迪总理 连普罗门阶层的最高领袖 也亲临婚礼现场 那划散权杖的队伍 直接就让现场沸腾了 要知道 在印度这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 普罗门阶层的长老和大祭司 可是真真正正的神一般的存在 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出场 就连首富夫人妮卡 都不得不俯身行贿败礼 她的这一举动 能够让自己家族 在全世界享有更高的地位和声誉 壮硕的新郎阿南特 和貌美的新娘拉蒂卡 是整场婚礼的焦点 阿南特在父亲的陪伴下步入会场 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与掌声 前来庆祝的宾客们身着盛装 手捧鲜花 伴随着音乐和舞蹈 迎接着新娘的到来 两人在婚礼上交换花环 宣读誓言 并绕着圣火转七圈 这神圣而浪漫的场景 让人感动不已 印度首富夫人 还在小儿子的婚礼上献舞 灵动的舞姿 配合着华丽的舞室 瞬间点燃了婚礼上的气氛 呼吸安巴尼也向这对新人献上祝福 这场从年初就开始预热的豪华婚礼 终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落下帷幕 但是这场婚礼 让许多印度百姓叫呼联天 现时GIO世界会议中心 为了给婚礼让道 实施了交通管制 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 会又提高了电信服务的价格 逼迫所有印度普通民众为婚礼买单 然而对于亚洲首富家族而言 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印度的贫穷虽如可见 但是印度的奢华难得一见 在这个金钱智商的时代 安巴尼家族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叫有钱人性 同时也带来了一场战士财富 权力和影响力的盛宴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